消保官就是要保障 我们市民的安全性 信用卡的使用安全亮起红灯 不仅刀刷案件层出不穷 就连刷退程序也惹民怨 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特别召开记者会 要求是否法治局的消保官 应该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主动介入调查 杜绝消费争议一再发生 最近有很多八十点欢迎 我们新北市法治局的消保官 没有尽到这个责任 其实我们大家都常常在赌 我们在买东西是刷卡的时候 他马上告知我们 你刚才刷了三千块 但是正当这个东西 比如说有挟支有意义的时候 刷退的时候 银行并没有告知 那么如果消保官 今天如果没站在市民 在买东西的安全性健康 包括在资产的 给我们保护吃 就不叫做消保官 如果他是站在业者的立场的话 那我认为我们新北市法治局的消保官 就形同欺涩 新北市法治局长黄怡腾坦诚 目前信用卡在刷退时 银行端不会主动告知消费者 因而引发不少消费纠纷 这在制度上的确有缺失 将立即行闻各大银行及相关单位 要求检讨改善 一部分的确对消费者信用卡的持有人 是保障有所不足 那么谢谢我们议会还有议员 在这方面的建议 那我们会立刻的行闻 有关单位来要求加强这方面的保障 希望这次在明代的建议集提醒下 消保官能够硬起来 各大银行